立足家国 安博是您值得托付的房屋贷款专家 安博金融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14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根据联邦利益冲突专员公布的一份文件 在小特鲁多的自由党内阁中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部长 拥有以出租投资为目的的房地产 尽管这是完全合法的 但是如此高的比例也反映了 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将房地产视为一项投资 而不是居住的场所 更令人担心的则是 这些本身是投资业主的部长们 会对房市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据本地英文媒体Global News报道 联邦副总理方慧兰 在本周一推广新预算案的时候 抨击了代监不公平现象 他说作为一个53岁的人 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 代监不公平 这让我感到震惊 与今天的年轻人相比 我们这一代在买房和组建家庭方面 有更好的机会 我们不能让加拿大的新生代 被排斥在拥有住房的梦想之外 所谓代监不公平 简单来说就是 现在的年轻一代 也不再像他们父辈同龄时那样 拥有相同的买房的机会 其中的原因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显而易见的 投资者的入市推高了房价 抢走了房源 让资金相对短缺的年轻一代 处于劣势 加拿大银行今年早些时候 公布的一项分析报告 已证实了这个观点 报告指 现在特别是新冠大流行期间 投资者的购房数量 超过了首次购房者 甚至多次购房者 即购买多处房产 但是非用于投资目的 投资者已拿下 加拿大购房总量的五分之一 而首次购房者的购房份额 则在去年创下新低 五度有偶 联邦利益冲突专员 公布的一份文件 也给出印证 在小特鲁多的自由党内阁中 39位部长有12位 也就是近三分之一 申报拥有 以出租投资为目的的房地产 这包括 正在出租的房屋 空置土地 用于旅游业的物业 以及打算以后入住的房产 但是如果 持有不以租赁 或投资为目的的房子 皆不再申报之列 名单上排首位的是 联邦住房部长胡森 他在沃泰华 一处出租房产的 唯一所有者 副总理方惠兰 尽管不在加拿大国内 拥有任何租赁 或投资房产 但他在英国伦敦 拥有两个出租房产 他也是乌克兰 一个共有物业的业主 其他人包括 创新部长商鸿飞 在英国拥有两处出租物业 退伍军人部长麦考利 在爱德华王兹岛 拥有一处农场租赁房产 旅游部长布瓦·松诺 在阿尔伯塔省爱德蒙顿 一处投资物业中有份 不过据当地官员表示 他只有约1%的所有权 且没有从房产中获得收入 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 其实 这些国会中拥有 投资或出租房产的 远远不止这些内阁部长 也不限于自由党 不少来自保守党 新民党 和奎人政团的议员都有 而且他们也必须申报 可是部长们 作为政府的决策人和执行者 他们大量持有投资或出租房 依然是前代人寻味的事 年轻人权益组织 Generation Squeeze的负责人 克肖说 大量内阁部长持有出租 投资房 反映了推动 加拿大房地产价格 非常的核心挑战之一 其投资房地产 已成为加拿大人 根深蒂固的文化 这让买房已经成为致富的策略 而不仅仅是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 更令人担心的是 这些本身是投资业主的部长们 会对房市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抢offer一直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是盲抢 没有人知道其他买家出多少钱 所以拼命的往上加 现在情况可能要有所改变了 最早在今年夏天 在加拿大的某些地方 购房者有望可以在全国最受欢迎的房源网站 realtor.ca上看到实时出价 据The Global and Mail新闻报道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上周表示 他们正在启动一项试点计划 允许公众在使用澳大利亚房地产公司 Open Negotiation Ltd的软件注册后 可以看到房屋的投标情况 以此做对比 CREA的这项公告是在联邦预算公布前一天发布的 随后第二天特鲁多就重申了 制定购房者权利法案 并与各省合作 寻找结束房地产盲目竞标过程的方法销售量 CREA媒体发言人乐杜克表示 在确定启动试点的合适地点之前 会在全国范围内完成调查 据业内专家称 公众紧张的主要来源 规解为信任问题 位于新斯科社省的Viewpoint Realty首席执行官 比尔·马克·马林说 房地产服务行业 在消费者的信任和信心下面临挑战 如果你做一个调查 你会发现 他们不自信的根源在于 他们对不知道或者没有看穿投标过程的猜测 在加拿大的大多数盲目竞标场景中 挂牌代理受省级法规的约束 他们只能披露给定房产的报价数量 而不能透露其他细节 他们可以邀请部分或全部投标人 在最初投标后多次重新提交报价 Open公司开发的这套软件 用来创建拍卖的数字选项 并为私人条约过程提供更多的透明度 该公司北美运营总监 艾里克·布莱恩特说 无法知道其他出价是什么 这总让人感觉有点粗略或欺骗的意味在里面 所以整个交易过程中 你可能一直处于怀疑的状态 据布莱恩特描述 Open软件在2021年参加了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商业加速计划 也正是从该计划中 CREA发现该公司 届时测试阶段 买家可以通过 realtor.ca网站直接看别的买家的实时出价情况 如果运行良好 未来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 有数据显示 今年4月中国移居加拿大条件的搜索量环比增加2846% 在移民相关的词汇检索量中位居网首 达文的一家移民留学公司负责人也称 自上海因疫情封城后 咨询移民留学的上海客人增加了不少 但本地一些来自上海的移民就表示 并没有听说过有亲友因为封城而想要移民 也不会因为暂时的防疫政策鼓励亲友移民 根据百度搜索的数据 3月28日至4月3日 移居加拿大条件的搜索量环比增加了 2846% 出国哪里好则以2455%的增长率排在第二 而移民检索量月环比增幅最高的10个地区分别是 上海 天津 广东 江苏 陕西 香港 吉林 浙江 台湾 福建等 大文一家移民留学公司负责人温迪也表示 最近上海封城以后 向他们咨询以及签约移民留学业务的人增加了 其中以上海人居多 也有中国其他一些受到疫情影响城市的居民 这些人都是在上海疫情爆发之后冒出来的 他说 有人直接表示对防疫政策的担心 有人更说自己隔离无所谓 但很怕把孩子一个人拉出去隔离 实在是很担心孩子 因此想方设法移民或者留学 至少先把孩子弄出去 列治文士明来自上海的王女士表示 他在上海的亲友并没有人表示因为封城而想要出国 但是曾在社交媒体上看到 有人说 不少人现在很想移民了 他认为 中国和加拿大对待疫情的不同政策 可谓两个极端 一个太紧 一个则太宗 上海基础人口太大 长者也较多 如果以加拿大的防疫措施来管理 也可能会令人担忧一些长者和有基础病人士的安全 魁城警方在上周末接到一家餐馆老板打来的报警电话称 一位母亲把孩子独自留在了店内几个小时未归 警方后来发现原来这位母亲是去做SPA了 警方在上周天下午接到餐馆负责人打来的电话 有一个孩子被独自留在店里好几个小时了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 这位女子来到这家餐馆 为她的11岁儿子点了餐 并告诉店员说她要出去购物 大约45分钟后回来 到了当晚7点钟 餐馆负责人感到了担忧 因为这名女子始终没有回来 于是打电话报警 警方在声明中写道 后来警方也做了很多尝试 试图联系这位母亲但都没有成功 一直到晚上7点半 警方才联系上这位母亲 这位女士告诉警员说 她要过几分钟才能回到店里 因为她依然在做SPA 警方说道 所幸的是这个孩子状况良好 似乎并不担心和建议 警方表示 这位来自蒙特利尔的38岁母亲 并不明白为什么警方会来到现场 而且在最小话 她将自己的孩子 独自留在餐馆 接近三个小时的影响 警方为逮捕任何人或提起控罪 但已向蒙特利尔社会服务机构 DPJ发了有关此事的报告 大家好 我们温哥华港湾TV 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月月频道 用广东话 和大家一起关心温哥华 和看世界 月月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 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 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